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极度说球 今天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平方球队 关注一下在今天就将拉开序幕的世界杯决赛的比赛 那么这也是WTT,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界平方球公司与国际平联全新推出的一项赛事 第一届比赛在新加坡举行 原本这届比赛的话会设有男女单打和男女双打的比赛 但是由于现在疫情的原因最终只设置了男女单打的比赛 那么最终各自有16名选手来参加这项比赛 所邀请的选手都是排名顺位非常高的这样一些选手 当然也有像伊藤美成、波尔选择棄赛 但是随后补上来的选手排名依然都是非常不错的 那目前的话所有的参赛选手无论是男子选手还是女子选手 都是目前世界排名前20的顶尖高手 那中国队此次参与世拼赛的11名选手当中 有9人都是获得了参加这个世界杯决赛的资格 除了男队的周启豪和雨晨、梦大盗、女双的前天一之外 另外9人是全部都入围 那么在今天的赛程的话将在北京时间的早上11点正式展开 我们今天一整天的赛程都已经给大家从屏幕上打出来了 那么预计将会在北京时间的晚上20点30去打完最后一场比赛 不过应该打不到这么晚 毕竟首轮的比赛的话还是有一些强弱比较悬殊的交锋的 那大家可能比较关注中国选手的一个参赛情况 那么看到几个备受瞩目的选手啊 像这个刚刚拿到时评赛 男单和女单冠军的凡震东和王满玉 在第一天的比赛当中是不会出场的 那我们看到在第一天的比赛里啊 这个相对比较受人关注或者说是悬念比较大的 应该算是陈兴桐和平野梅雨的比赛了 这场比赛可能啊 中国女平方面并没有说必胜的把握 包括之后啊 陈梦和十双加纯的比赛 我觉得虽然陈梦刚刚输掉了十双加纯的比赛 但是面对十双加纯 他的胜率还是比较大的 应该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包括王处青和林云如的比赛 这算是一场中国的内战 那林云如的话 虽然在这个奥优会上打进四强一战成名 但是很显然他的实力稳定性 还是稍有不待的 那么看在十双赛 他也是早早的就被淘汰出去 那面对中国00后的超级新兴 王处青的话 他拿下来的概率也是偏低的 所以说我觉得 所有的胜负悬念 都应该锁定在陈兴桐和平野梅雨这场比赛 因为平野梅雨的话 本身堪称国拼克星 在这个2017年的亚景赛场 他就曾经连续击败了陈梦 朱玉林以及丁宁三位世界冠军 当时算是一名惊人 正是因为他的出现 可以说给了王曼玉机会 因为平野梅雨的打法相对是比较凶狠的 这种偏男子化的打法 有点像咱们以前的郭月 他的这种打法 所以说当时把这个打法同样凶部的王曼玉 直接调到国家队来 本来是作为一个陪打的 没想到王曼玉是越打越好 如今打成了世界冠军 这个的话可以说是算是给中国队的一大惊喜 但我们可以看到 平野梅雨虽然说在控制失误和正手技术方面 远没有办法跟王曼玉相提并论 但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非常好 我们知道在师拼赛的八强战当中 他当时就是遇到了世界排名第一的陈梦 最终仅仅是以3比4输掉的比赛 通过这场比赛我们应该能够看到 其实他现在在整个正手技术 反手拧拉方面 有了一个长速的进步 而陈信彤的话 一直给人的感觉是不温不火 整体表现的话还算可以 女单打进八强算是完成了寂静的目标 必定他输给的是王曼玉 可是最终的世界冠军 但是并没有感觉有太过惊艳的表现 所以说他也是本次参赛当中 中国队选手种子身位最低的一个 是本次比赛的第15号种子 就是倒数第2号种子 单纯从排名上来看 他还在平野梅雨之后 那么所以说这场比赛也是可以让大家比较关注 那其余的比赛 我觉得中国就在首轮 全员晋级应该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